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流民的事 从2007年 我第一次在前门外 这个城市改造工地上 发现了一批流民以后 和他们就有了不解之缘 这个关系一直保持到今天 刚才今天做这个最辛苦喊之前 我又一次和流民总统 这是我们选的流民里边的 领头人 曾经代理着大家 有组织有纪律 甚至还开过会 商量过创业的事 所以大家称他为总统 他现在已经回到了邯郸 我今天特别跟他通了个话 一个是问问水瓶子 他们赖以为生的 就是减实那个矿泉水瓶子呀 可乐瓶子呀 那种塑料瓶收购的价钱 因为我跟他们相处久了 他的价钱幅度很大 记得有金融危机的时候 二分三分 价钱降到这个程度啊 从一毛钱小瓶子一毛 大瓶子就是两个小瓶子的价 就是大可乐 就是两个瓶子价 就是一毛八左右 金融危机大概在07年前后啊 还是全球进行金融危机啊 很多小的作坊 加工这个回收这个瓶子的 这个作坊都不生产了 也不回收 要回收的话 也就二分三分 一直到后来二分三分都没人要了 就停产 这种情况 所以刘明检视瓶子 也不是韩罗宝收的啊 我今天问了他第一件事 是瓶子的价格 那段时间的浮动 因为我已经记不清了啊 他给我提供了这个线索 就是我刚讲的这个啊 另外呢 我就落实了一下这个 刘明里边的女性的这个情况 这样讲吧啊 有一天 大概是08年的四五月份啊 就是天气烧热的时候 就是天气烧热的时候 四五月份的时候 有一个因为我们的这个流民救助活动啊 已经风气游泳影响很大了 通过网络 北京的市民 我不是说过有先后有七八百人的大学生 北京市民都参与了我们这个救助啊 有一天 一个女性啊 网友 她向我提出一个问题 这个女性大概在27、8岁啊 年龄长点 她也就是想得周全一点 再一个是过来人了 她知道该问些什么东西 她就向我发问 说听说我看你在博客里写到流民这个人数统计啊 通常是在200上下浮动 我说是 广场上有200个流民 有时候就增加了 就是北京市民也有不少 很多年纪大点 北京市民也喜欢到天安门广场去捡瓶子 他们惯以那种从那个时代过来 所以他们习惯于节俭生活 减食废品 几乎退了休以后 几乎成为他们的职业了 在广场捡瓶子啊 但是呢 正常情况是200 另外呢 女性在这个常住人口里边啊 就是常住流民啊 这个人口里 也就是那么十个左右 八个十个 老师也在浮动 他们有时候就回来了 有时候就不回来 住在永定门外啊 或住在那到哪去 天热以后就到处四处流散 但是呢 我认识的 长达交道的是八个人 这八个人呢 这个 这个女网友呢 他就问 这既然有八个人啊 他们在那种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啊 他们如何解决女性卫生问题呢 当时我一愣 我一腔热气往前冲啊 来的都是联系 捐这捐那 但是还没有一个人向我质疑 提出这个女性的卫生 我说这个好像 我乍一 我应激性反应 就是这个我怎么能管得着呢 后来一想不对啊 我们在这么长时间了 也大概快多半年了吧 一直在救助流民 周围确实有很多女性 他们 这个女网友就跟我大概讨论一下 至少有几个问题 第一应该是卫生问题 第二是安全问题 第三 才是所有的流民都关心的吃饭问题 饱肚子 甜肚子问题啊 我一听也是 你看我们在救助流民 只知道他们需要财 需要物 需要粮食 果腹嘛 这是基本的啊 但是没想到这个女性 她还有其特殊性 这个女网友还给我提示了一下 比如说女性卫生用品 我当时就把这个就是寄了下来 当天晚上在博客里面发布了出去 做了个记录 就是流民救助新动向啊 用这种形式发布了出去 我希望的是听看到的人 有机嫌的人在反馈 不断的有人跟着我博客 给我反馈 提供一些建议啊等等啊 征求广大的意见嘛 以便我去采取一些行动啊 从那天开始 我就开始比较注意这个 就我说的固定的八个流民啊 其实还有九个 就是王玉海的这个妻子 叫柴秀美 他是跟着王玉海 从邯郸老家乡下到了北京城 在北京下来前后 前后也十多年了 十五六年了 一直清清耿耿 就女性的那种嫌淑 他似乎看起来有些迟钝啊 有人误以为 开始误以为他有智障 不是啊 还不是那样 他就是那种 乡下来的女人 老实质朴 言语又少 但是呢 女性的那个 你比如说 平时虽然也有脏的时候 我们初次见她的时候 在地窝子里爬出来啊 就那么 有个一米高的地窝子里爬出来 跟过老王特别脏 但是呢 后来有网友捐的衣服 她穿上这个漂亮衣服 相貌相仰 一个秀美 就像她名字 柴秀美 秀美的女性 女性的那种味儿 出现了 所以我觉得女性 还真是需要打扮的啊 在那种坚固的条件下 有很多东西是不可以实现的 我就说这个卫生问题啊 从那天以后呢 我就开始注意这个 流民女性的这个卫生问题 因为我当时想的是这个 感谢这个网友 给我了这个提醒 我们的这个流民救助工作 要想做得更结束 更好的话 恐怕得把这个列入 这个一时日程了 因为我们救助队员里边 也有女性嘛 我打算在合适的时候 把这个委托给他们 但是就目前这个情况 从第二天开始 我就开始调查 开始了解这些女性 当时这八个女性啊 她们住在什么地方 住在前门外 老虎之岸的东边 有一个北京城市建设 什么展览馆 就是未来规划一个展览馆 挺宏伟的建筑 在这个建筑的南侧 就是面对着一大片 被已经拆掉的那个废墟啊 就是不是要再改建的吗 拆了旧的房子 房屋都已经拆掉了 全是废墟 半截墙这样的啊 他们就在这个 承建博物馆的南侧的这个墙下 正好有一个 依这个楼尔建的一个 非正式建筑 被拆掉以后 剩半截墙 一左一右挡着 他们中间八个人啊 正好就坐在 睡在中间 长住的时间也就四个人 四个人 反正总是到处再跑 最齐的时候 也就是八个人 四个这个女性啊 就窝在那个 你看她那个 我这留下了 唯一的一张照片啊 就是他们用那个 马路上捡来的那种广告 烹会布 还有坦克纸 就是那个商品包装箱的那种坦克纸嘛 瓦楞纸啊 有个叫瓦楞纸啊 瓦楞纸 哎 反正是个物件的 他都拿来 到晚上的时候 他们四个人就挤在一起啊 就把这个纸片啊 那个什么 那个烹会布啊 全往身上压 哎 那就不叫盖了 就是能往身上落啊 落落落落的高高的 人都看不见了 然后遮风嘛 据他们说很暖和啊 还很暖和啊 其中只有一个是带着被子的啊 这四个人是这样的情况 一个是山东的啊 因为这个是因为上访 我原来说过这个上访人员 在刘明里不是太多的啊 但是他是因为上访 因为土地纠纷 跟那个队里 土地纠纷 所以来了北京上访 还有三个也是从那个乡下来的 还有两个也是从山东来的 但是呢 跟这个前一个不是一个相的 他们呢 就是到北京来 想打工 但是没找到合适的工作 后来呢 偶尔一次偶尔的这个机会啊 在天安门广场发现 简直这个瓶子啊 天安门广场那每天人山人海 人流量非常大 他们说 简的瓶子比我在老家劳动都挣得多 所以他们认定 这就是一个职业啊 你不能要求太高 他们文化也不太高嘛 所以他们就在北京 久居了下来 没地方住 当然不能租房子 租房子就捡破烂 那不是就挣了就花了呗 所以他们就也跟这个 就挤在这个流民这个夜里 就是夜宿啊 就是露宿啊 到时候能避雨的地方 屋檐底下什么 就像刚才说这个广告部什么 布一盖就睡了 后来我就跟他们聊聊过这事啊 他们常常在这睡觉 我说那你们这个洗洗涮涮的怎么办呢 总得要水吧 他说有水 我说哪有水 其实我心里明白 那些流民我已经接受了半年了 他们喝水啊 干什么 除了买水啊 偶尔也买水 也有打水的地方 但是前门外是没有了 前门外已经全部拆成废墟了 正在准备在规划 搞建设了嘛 所以水啊什么都停了 那他们到哪去弄水呢 这几个女性啊 就告诉我们说 他们到广场 广场东侧是国博 就是国家博物馆 就原来的历史博物馆嘛 在博物馆底下有厕所 公共厕所 对外的在厕所里打水 就用那个矿泉水瓶子啊 但是他们说这个水不好喝 就是国博的水不好喝 有味儿 我也没调查清楚啊 曾经试图问过 但是都不太清楚 所以我估计就是中水 废水循环水啊 经过处理以后又回去了 所以这水有味儿 这个流民们他是不能喝 不好喝 所以他们又得走一辈的路程 还要穿过那个长安街的地下东道 然后呢翻到金水桥 就是天安门城楼 到金水桥那两边两个厕所 就是天下第一厕 在厕所里去打水 厕所的水是纯净自来水 不是纯净自来水 就是自来水啊 但是北京自来水是可以喝的呀 那个就是无色无味儿啊 非常干净了啊 所以他们每次但凡要喝水干什么 还有洗洗涮涮涮 都只能到那儿去打水 怎么打呢 一次带十几个瓶子 他们不是就靠捡瓶子为生吗 平时留意给自己身边留几个瓶子啊 到时候从这个晚上把这个水打回来 打回来又除了留着喝 剩下顶多拿两瓶 来之不易嘛 跑这么远的对吧 从广场的北头跑到南头 就不是外边全是那个拆迁的吗 都是那半截房子啊 屋顶都没了 剩半截墙 他们就到那儿 一个人放哨 一个人钻到里边 就拖了 就拿那个水 身上就擦一擦 擦不擦吧 有毛巾的还不错 我看他们挂的呢 就没有毛巾 就拿布子 挂了好多布子 在那擦 后来这个 我把这个情况给那个网友说过 这个网友说的是 这是一方面啊 水是一方面 女性卫生用品 你方便问还是不方便问呢 我说我犹豫了一下 我当然过来人 我问是可以的 但是我觉得总觉得 对方是不是有点犯犹豫啊 这个对方女性啊 后来我就跟你邀那个网友 跟我一块去了一次 这一块去了一次 我也在旁边站着 我这听了一眼到那种情况的 让我大吃一惊 真不知道这个不做这个调查 还是多亏这个女网友的细心 他们来例价怎么弄呢 就是说早已经买不起卫生巾了 多少年都没用过卫生巾了 一包卫生巾 他们得吃多少个馒头的时候 他们每天卖瓶子就三块四块 就捡来的瓶子就那么点钱 一个瓶子刚不是说了 我还调查了 我那时候最旺的时候 一毛钱八分钱 金融危机的时候才两分钱 三分钱 有时候还不要 所以他们每天捡瓶子 吃一个馒头两个馒头 一包榨菜丝 就基本上没了 怎么能还去买卫生巾啊 他们干什么呢 就倒退回去 倒退到文革前 文革前女性 中国女性 那时候没有卫生巾 对吧 卫生巾是博来品 改革开放以后 我们大吃一斤 这是卫生巾 什么东西 当然春香水暖压险枝 女性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我们男性 真的多少年了 我们才发现 满大街卖的卫生巾 是一种代替月薰袋的 一种东西 过去妇女不是就是用那袋子 砸一个袋子 就像那钉子裤一样的 在中间穿皮带一样的 把那最略知的卫生纸 叠起来穿进去 像穿钉子裤一样穿在身上 连这个都不如 他们怎么回事呢 就直接就把那个 这也全是捡来的 因为自身带的衣服没几件 全是说老话也有偷来的 就从人家那亮的衣服 给接下来 拿回来撕成条 身上缠来缠去 擦吧擦吧 我就不说了 我也不懂 后来那个女王友说 就是一次性 买了那么一大箱子 整箱就整件 整件的 然后拿来了 说你不能一次给他们 他们没有地方存放 对吧 迟早还是个丢 而且不卫生 不要的时候不一定天天要 但是倒要的时候又找不着 因为他白天他们都走了 这就是废墟 被别人捡走 也有这种可能 是吧 后来我就把这一箱卫生机 就扛回了我家 然后呢 拿出一部分来 然后交给那谁 王一海 王一海 有总统他们 他老婆 他们委托他们 谁需要都是在分发 第二天给他们带来 通过这种方式 这个他们的日子确实 我刚不是说了吗 第一是卫生 你看洗澡 就拿两瓶水 就打发了 卫生巾 这个卫生用品 是这样解决的 就烂七八糟的布 擦一擦 就是完了 还有呢 就是第三个 就是安全问题 我第一次见他们 睡在这个城市建设博物馆的 这个南侧的时候 我非常吃惊 因为 因为那个地方 是在闹市区域拐弯 一个相对僻静的地方 因为是废墟嘛 所以也没有当地居民 都搬走了 也没有人家 全是废墟 所以在那个前门那打工的 拉板车的苦力们 或者什么 还有些社会闲杂人员 都拐一拐弯 到这个繁华之处 一拐弯 这个僻静的地方 干什么呢 玩赌 就那板车 停一个板车 上面坐一圈人 怎么玩我也不知道 拒绝我 我一走近人 就赶我 玩赌博 经常为那个是打打闹闹 是真打 所以我当时看到这几个流民女性的时候 我非常痴心 我说你看这就是这么乱的 就是流氓 你们的安全得小心啊 这乱七八糟的 尤其到晚上 他们一玩玩了半夜啊 那几个女的就傻笑 说其实我们这个 我们才放心 他们不会欺负我们 我说那为什么呢 他们互相制约 都是嘴巴臭 嘴巴胡说 但是呢 谁也不敢动手 我们就离他们很近 我们睡我们的觉 是吧 这还相对安全 我要真躲到一个 没有过网路人的地方的话 那来一个歹徒 他起了黑心 我们就得倒霉 是吧 我们倒还反倒有点害怕 总之我们已经习惯这些人了 当时我一想 这就是那个 这就是城市的拐角 这真是滑灯下的那种 阴影吧 有一次我和凤凰卫视的这个摄影记者 去看望这个刘明 他们听说以后呢 比较感兴趣啊 对这个女性刘明 想了解他们的经历 但是他们都趴在那个 都躺在早晨嘛 躺在那个坦克纸 喷灰布底下 一个也不出来 就在里边光露个头 跟我们说话 记者就问他这问他那啊 挺善意的 他们也知道 所以没有抵住 但是也也也明显表示 不想不想接受啊 不想接受采访 来 最后这个摄影记者 最后觉得模仿啊 就就把这个照相机拿出来 就是我给你们照一个相啊 他刚拍了两张 那个里边那个那个棚布啊 就是那个 烹灰布啪揭开了 那个广西哦 我刚忘介绍 不是三个山东的吗 还有一个广西的 这个广西的 精神上有点问题 也据说是多年在北京上访 后来导致精神有问题 所以他拿着这个照相机 刚 凤凰卫视这个记者 刚照了两张照片啊 他想把那揭开 这样高兴啊 跳了出来 就穿了一个就是内裤 长内裤啊 就是那种棉毛裤啊 长山 然后就原地跳去 疯狂的跳去舞来 非常亢奋 地上全是那个坦克纸啊 那个布乱七八糟 也不怕扎脚 那三个就黑黑笑 那三个女性啊 就笑知道他有这病 他就狂跳 哎呀你们照啊 你们来照啊 这么多 我拍过电视 我做个演员 人家在老家 人家拍过我 最后我们 我觉得很好奇 问那几个女的 她是来路呢 她拍过什么呀 最后那个 那个就是那个 睡在被睡在那个 坦克布底下的啊 碰会布底下那几个女的 悄悄告诉我 这话不好说啊 我说你说呀 她不知道我是谁吗 最后呢 问得急了 这才说 她拍过色情片 我说怎么 她怎么 为什么她就能拍色情片 她哪是呀 人家把她抓去 给她扒了 就拍她 我说那就是流氓 就是拍这个罗赵 是不是放网上 卖钱的还是怎么回事 她不是 还要她做各种表演 各种动作 拍过这个片子 我说你们怎么知道 我们能不知道吗 我们姐妹 她正常的时候 我们也挺好的 所以她一看见劲头啊 人当然也是给她钱的 给的不多 但是她也能挣钱 后来进去市场以后呢 就成了这个 落下病根了 一看你照上去 一看劲头 啊就特别亢奋 你就是一个老百姓 拿一个海败机 你来给他照相 他也会攒钱跳舞 跳什么舞呢 中自舞 我一看他年龄 大概四十多岁啊 也差不多 应该是中自舞 跳中自舞那个时代 他应该是中学生 或者是小学六年级 五年级左右啊 跳中自舞 中自舞是什么呢 大家肯定听说过啊 歌词是什么呢 大家也知道啊 我就不讲了 跳中自舞 这就是流民女性 当然了 女性啊 在露天生活 是非常艰苦的 不得已啊 她不会流落到街头了 包括那三个山东的女性 其中有一位说 我已经两年没见我女儿了 我走的时候还是压压学艺呢 还是 可估计也就两三岁 回不去了 我现在你为什么这么节俭 天天攒瓶子 就是为了攒路费 攒路费 我要回老家 哎 总有一天会减齐的 我要加快速度减 还给自己发狠心啊 下决心 表决心 那个感觉啊 有一天 我忽发奇想啊 因为我每次去这个流民 这个部落里 看望他们的时候 送这个捐赠来的 这个救助物资的时候呢 我都会带个相机 所以现在 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 大家在胡喊里 可以看到大量的照片啊 而且现在在网上看到 凡是天门广场 反映流民生活的这种照片啊 多数出自我之手 哈哈 我可以骄傲地称 我做了一次 非常重要的历史记录 跨时十年 甚至不止 我每次都带照相机 有一天我忽发奇想 我如果用这个流民的眼光 看这个世界 是怎么一个情景呢 我第一就想到 到窝棚里去 他那窝棚是怎么回事呢 前面外不是拆仙吗 沿街现在都是那种漂亮的那种 我你的盆会的什么树呀 草地呀什么 遮障啊 一遮 天门不是 天前门那不是 毕竟是国家第一大广场嘛 所以他那个是用那个花墙 这个波浪型的花墙啊 做的像那个 大官员里边 那个多宝格上面带多宝格 隔一段一个窗 可以放花瓶啊 就是陈列 花灰啊什么那样的啊 这个外边 是前面外的那个大马路 里边呢 因为全是废墟 他把这个要遮起来 这个废墟里边就是 被人拆下来那种预制板 水泥预制板嘛 两三米长的预制板 他们抬过去 用砖头一架 就沿着那个墙 挨着墙啊 就架了一溜 不高 因为砖头很少 不高 他们得趴着进去 你看这个照片 这女性 她这红衣服 她就是柴秀美 是王玉海的夫人啊 得这样趴着进去 顶多睡一觉 白天就得趴出来 在外边活动 后来我就想 我如果从里边趴进去 从里边向外拍照 该是一个怎么一个情景呢 我试了一下 进去了 我拍了 外边是蓝天 是远处的北京的建筑 和近处的废墟 等等等等啊 这就不说了 当我 木然 抬头的时候 发现 从里边 里边是黑的吗 外边是亮的 但在门框上啊 全体叫的门框吧 就是门洞啊 上面 就是 门楣那个地方 挂了一只小镜子 什么镜子呢 就是 有那种特别小的圆镜 可以随身携带的 他拿绳一绑 然后就挂在那地方 他每当他趴出去的时候 可以抬头照着镜子 哎呀 那时候感动了我 我想 这是女人世界 这是女人特有的东西 只有女人才关注 这样的物件 对吧 我在这样 像地牢一样的 这个窝棚里 地窝棚里啊 他明明把这叫做 他们的宾馆 意外的发现了 女性色彩的东西 当然了 我本能的 就用鼻子去嗅一嗅啊 试图嗅出那种 略等香水的味儿 果然 就有那味儿飘来 怎么说呢 柴秀美 其实在这样的小窝棚里啊 她还不忘美 还女性的那种天性吧 还不忘美 还要照镜子 还要撒香水 可是呢 她出来以后 都是这个样子 总算是穿上了 接济她们的这种 漂亮的女性服装 看看这个照片吧 关于流民女性 这个特定人群的一些生活情景啊 我们今天就简单给她描述这么几点吧 是吧 哎 您耳朵受累了 这样的事情 您也许并不关心 但是呢 我通过这种方法告诉您 有这样一等人群 生活在我们身边 生活在我们周围 谢谢您 再见 谢谢